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2日 這一節要跟大家分析7月1日 中共 用了很多個月時間花了很多錢的 百年黨慶 在天安門廣場 一早開幕 北京早上 天空一片灰蒙蒙 每個人都穿了 整齊的裝 紅旗飄揚 我們 其實也上了一段影片 就是他們 直播的時候 特意不拍出來 現場突然下大雨 天陰 而且烏雲密布 每個人都穿橙色的雨衣 中共 習近平穿著中山莊 前總書記 郭錦濤一齊來到主席 另一個 總書記江澤民沒有露面 前總理朱鎔基也沒有露面 有人幫他們解釋 說兩人已經很老了 江澤民95 朱鎔基93 但是其他年紀不小的 比他們年紀更大的 宋平104歲也有出席 年紀大就不是這個主要原因 宋平一定很老了 前朝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前總理溫家寶 人大委員長吳邦國 宋平 李瑞煥也做過委員長 曾慶紅 曾慶紅是副主席 張德江 賈慶林 余正星 張高麗也有來出席大會 余正星就是我們之前說的 他有一個歌名叫余強星 80年代叛逃美國 當時他是 北美 北美司司長 當時是中共的情報 北美的頭子 這次會議是李克強宣布的 習近平發表了很長的講話 當然 我們看到他 很多裡面的說話都是穩固的 都是說出來騙人的 他 他一開始就宣布 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 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空社會 習近平開始回顧中共歷史 向所有的人 致意 因為他首先說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 這個理論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 胡錦濤的科學發展官 嚴格來說 他是把整個中共綁在一起 你們不要把我跟中共分開 我跟中共永遠都不會分開 要死一起死 習近平又說堅持四個自信 強調怒記 我是大者 習近平講話中特別強調 中共是外來性質 他說 中國共產黨為什麽可以 中國人為什麽好 歸根究底 是因為馬克思主義 有人發揮評論 習近平很自豪 但是你豪在哪裏呢 你原來是抄襲人家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由老毛將他變成中國化 問題就是 全世界都唾棄的馬克思主義 你們當他甘之如矣 全世界都當他是一督狗屎 而你們拿著狗屎來吃 吃得那麼開心 外界輿論 說中共自己慶自己 中共是不等於中國 更加不等於中國人民 但是習近平 警告 任何人想把中共和中國人民分開 對立起來 都會不得逞 全中國有13億人 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強後盾 基本上 全中國人被他綁上戰車 他還說不點名 劍指美國 我們繼續說下去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share 統計5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美國說 中國人民 也絕不允許外來勢力的欺負 壓迫 勞逆我們 誰妄想這樣說 必將在14億多中國人民的血肉長盛 組成的鋼鐵長盛 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剛相反 中國人想捍衛自己 除了跪下之外 甚至乎是被中國的警察 武警 公安 特務 打到 頭破血流 中國人民 只是想捍衛自己的家 都被人打得 狗血淋頭 好了 當然也有人 拍殺手掌 習近平說完 李克強就起了 就說 奏國際歌 然後就奏國際歌 然後奏國際歌 播放歌唱祖國 當然祖國是不是范元榮富強 當然不是 如果你還是范元榮富強 人民要不像李克強所說 有6億人 每人賺少於1000元一個月 中共 為甚麼現在那麼囂張 可以說是武漢肺炎的功效 武漢肺炎使得全世界大爆發 全世界的經濟 政治都產生了很大變化 很多國家政府飽受人民的攻擊 中共也發揮了他們的大外宣 不斷在宣揚中國怎麼好 外國政府怎麼不濟 基本上就使得很多人 不知道的人被騙了 當然 現在中共自己 也搞不定 而且中共 播放這場 或者散播這場大瘟疫 是令到削弱了很多國家的角力 他認為 足以 足夠能力挑戰美國 所以 這次習近平在這裏的表現很強硬 他 基本上就是想跟黨內的人說 你們不用指望 想透過打倒我就跟美帝 和好 我們要跟美帝打到底 我要把你們綁在這手戰車上 要跟美帝決一輩子 這次其實 習近平向全世界挑釁 是很明顯的 你們不看我 我們有全國 14億人民做我們的 血肉長城 對於 打壓 香港和新疆少數民族 他們 都是完全沒有任何的羞恥之心 中國人從來都是被中國人欺負 現在共產黨欺負中國人 超越了歷代的中國 這些獨裁政權欺負中國人 甚至乎比日本 皇軍更加恐怖 習近平說 他還要加快軍事現代化 也要建設軍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 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 當然 可不可以 當然大家都知道 軍隊真的能打仗嗎 他還說 要實現中國的完全統一 這是中共此治不如的歷史任務 我想問一問 如果美國和日本承認 台灣 跟他們建交 那你可以開戰嗎 兩個國家同時承認 加上英國 加上歐盟 加上五眼聯盟 全部承認 同時承認台灣 跟他們一次過建交 在台灣設立領事館 那你可以開戰嗎 現在大陸的民族主義已經被習近平撻得著 究竟 這個 習近平是不是可以代表全中國人向世界宣戰呢 這次 他特意說到三個代表有說 科學發展官 是特意把胡錦濤和江澤民拉下水 令到 外面覺得我們是一家人來的 你們不要打算分化我們 這個反而是 凸顯了他 黨裏面 是一個很大的呼聲 要換他 當然 他要透過這次大秀 展現他強人 那種氣勢 要壓倒黨裏面一切的反對力量 我要你們全部團結在我的周邊 而且 你們要成為我的肉盾 中國人民14億 都做了他的人肉盾牌 其實我們看到中共對於中國人那種殘酷 對於少數民做一種迫害 對於香港人 那種 肆意的 淺淡 跟當年的8964是沒有分別的 都是同一個政黨來的 都是那個殺人政權 這次他是很明顯 要跟全世界說 我們是一家人 反共 即是反華 你想消滅我習近平 即是想消滅共產黨 想消滅共產黨 即是想消滅 中華民族 所以你們中華民族一定要為共產黨 拿了一條命出來 做人肉盾牌 而共產黨也要為我習近平 擋了所有子彈 這個跟當年的老母一樣 當年 有四個服從 最終 就是要服從共產黨 以共產黨為他一個人作主 現在的習近平 亦都是想 學當年的老母一樣 將全中國的14億同胞 現在12億多是13億不到的 將13億同胞綁上戰車上 要跟美國決一死戰 我們認為 不多不少也有機會擦槍走火 因為中共 未必能忍得住 他以為 他真的跟美國可以忍得匹敵 當然我們當時做了一個評估 就是如果 江澤民好 或是火同其他的反習勢力 將習近平 將他趕下台 像華國鋒一樣 這個對於中國人 或是對於全世界來說 未必是最好的結局 因為這樣 意味著共產黨可以苟然殘存 繼續 繼續撈下去 現在我們是希望習近平 這樣發展其實是好事來的 習近平 越是獨立大權 越是瘋 越是把其他的反對聲音壓下去 越是把所有反習的勢力剪除 其實 這樣才可以正式攬炒中共 將共產黨 綁上這架死亡戰車 只有共產黨徹底倒台 所有人民向他們追究一切 那麼多年來犯下的所有 全部都要他們負上這個 法律責任 刑事責任 將他們送上斷頭台 這樣 中國人民才有得翻身 這樣 全世界人民才可以得到和平 所以我們認為習近平這次的表現十分之好 他越瘋狂 共產黨 滅亡的機會就越大 這個可以說是 終結共產黨的人 沒有第二個 這個就是崇禎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拜拜